字幕提供 籌碼動足心機 動人掌握極限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人大呼羅湾的盤後解盤視頻 在節目開始之前先祝福大家 在接下來的端午節三連假 祝大家可以休假愉快 當然確診的數字其實一直沒有降下來 那一直沒有降下來的話 朋友如果說你要出門的話 記得做好防護措施 好來看今天的盤 大盤今天中場上漲54點 歐利息跌0.2點 歐利息今天稍微弱一點 後面有其實我認為 接下來三天連假其實震盪 震盪是很正常啦 那當然你下禮拜二就是什麼 下禮拜就是端午節的第一個交易日 那端午節第二交易日 就是如果說你從現在這個 一直穩住萬七的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應該不會有什麼東吳變盤 好朋友 我的看法就這樣子 應該不會有什麼東吳變盤 因為如果說真的要下去的話 他就不會 下禮器就不會拉出來 就往下掉了 所以下禮拜開始就是 下禮拜二 我認為應該不會有東吳變盤 那只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我不知道有沒有感覺 最近的行情甚至強勢股 都是很多都怎麼樣 一天的啦 拉一天 隔天怎麼樣 隔天基本上沒高點 那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 昨天的金箱電很強對不對 金箱電很強 今天呢 今天一開就掉下去了 甚至前天也有什麼 前幾天不是那個順得很強 順得很強 再來呢 一樣隔天一開掉下去 昨天行業很弱 今天那今天開一個又拉上去了 所以它有點漲跌無序 那既然有點漲跌無序的話 如果說你是做短信在那邊衝來衝去的話 你手腳要稍微快一點 如果說你做短信在那邊搖來搖去 你腳搖來搖去 好不好 甚至於這個地方 你回來的時候已經6月15號 6月15號其實就準備進入6月的下半旬 進入6月下半旬的話 其實就是什麼 投信作帳 投信作帳到底什麼樣的股票 是你可以留意的 甚至於哪些股票是下半年 會比上半年好的 明年比今年好的 這個部分我認為 你可能稍微做一下功課 先把這些股票抓出來 短信上也許啦 也許就因為萬七的部分要吐來吐去 但是呢 但是後面如果會好的話 它是不會寂寞的 你知道嗎 後面不會寂寞啦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啦 同朋友 我們跟大家提過的絕嘛對不對 公不贏售的時候是否掉下去 有嘛 有掉下去嘛 我怎麼跟大家說 同朋友我沒有說 因為什麼股票跌啊 裝作就什麼都忘了 沒有啊 它沒什麼問題啊 80以下就是5%的資歷率嘛 對不對 這個地方其實股票市場晃來晃去的 就是你先求安全 先求安全 安全後面它也有機會漲的話 這個就怎麼樣 基本上你贏的機會就有7% 10%了嘛 那5月份的營收 當然就是缺船缺櫃嘛 所以有些遞延的嘛 那有些遞延的話 當然在那一天喔 你看到股票掉下來 你可能會稍微嚇一跳 不過今天不是要跑上去嗎 又跑到 盤中還跑到80幾塊嘛 但是 那這個後面就是 這種是比較偏長度的股票 反正就是 目前本益比還很低啦 我是覺得 不用太理他啦 搞不好抱一抱抱一抱後面噴 噴出 就不知道飛到哪裡去了 好不好 就是我們跟大家提的嘛 就是它每年都要配息嘛 這種股票就是看它什麼時候發動而已嘛 好不好 然後再來什麼 再來星星的部分 我現在我們跟大家提過星星 星星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去做過那個投信那個籌碼比對 我們來看一下 我現在我們在這一天 這一天也是這樣 拉上去又錄下來對不對 那錄下來 哎 投信大買超 那如果說 我們剛是不是講到 你6月15號回來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 就投信法人要作帳嘛 那投信法人要作帳的話 你覺得星星有沒有機會啊 有沒有機會 甚至他有沒有機會 走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長多的部分 我們來看法人的籌碼 我這邊列了三個 一個是禁30日的 一個是禁10日的 一個是禁5日的哦 如果說你用禁 我們先看這部分好了 你禁30日的話 就是我們往前推30天 我們看的是金額 不是看張書哦 你下注 下注這個錢的多寡才是什麼 才是決勝的關鍵點 我是說買幾張嘛 你買一張台積電 跟買一張大力光 差那麼多 那個價格是差很多的嘛 一個漲得滿上去 當然是一張 下大力光這邊賺的會比較多嘛 因為他的金額比較大嘛 所以你要看的是下的金額 你懂得是嗎 如果說我是投信 我看好 同時看好大力光 跟看好台電的話 甚至說我也要看好台電的話 我應該怎麼樣 我台電應該下的錢多一點嘛 對不對 沒有其實那個都是下 就是今天在下單的時候 是用錢來分配啦 你懂得是嗎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下5千萬 這個地方下5千萬 你下5千萬你比較多嘛 下1千萬你比較少嘛 那5千萬這邊到底可以買幾張 這個東西是丟給營業員去調配嘛 就開單開出去嘛 應該是這樣子嘛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你從過去30天來看的話 頭部你可以看喔 台積電、南電、新興、聯電 當然都主要是什麼 都半導體嘛 像這個ABF載板主要在買什麼 買3D封測嘛 台電的先進封裝嘛 先進封裝那個晶片要合在一起嘛 連在什麼上面 連在ABF載板上面嘛 所以這個為什麼會強 它跟什麼 它跟先進製程是有關係的 好不好 它跟先進製程是有關係 但是如果說你從過去30天來看的話 你可以發覺喔 在前30天的時候 他還有買什麼 他還買什麼如虹啊 巨洋啊 就買衣服的 也有買中鋼、鋼鐵的 也有買什麼 也有買豐泰做鞋子的 但是如果說你看到近10天的話 你可以發覺喔 朋友 這10天以來喔 他已經不買什麼了 傳產股基本上 沒有啊 沒錯啊 沒有傳產 只剩一個長榮嘛 但是這長榮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他們進入MSCI嘛 不是MSCI 台灣的50 台灣50嘛 進入台灣50嘛 有些那個被動形成基金要補庫存嘛 那除了這個補庫存的 這個被動形成座的部分以外 其他怎麼樣 你可以發覺 一樣都在半導體 對不對 大部分都在半導體 然後呢 然後 已經沒有傳產 沒錯吧 那你看前幾個還是一樣 台積電啊 星星啊 景碩啊 環球晶 點點還是一樣這些東西 前幾年沒什麼變 再看這5天 有沒有這5天更妙 這個星星的部位 已經超過台積電了 就是侯信這個地方在下注 他買星星買更多 就是台電當然是庫國神山嘛 這一定要買的嘛 但是怎麼買到後面 星星變第一名 對 然後景碩昨天已經開始有點小賣 然後呢 大部分還是一樣 還是都在電子股 所以如果說你從今後比較來看的話 誰比較有機會 好像星星 星星的錢一直是怎麼樣 法人的錢是一直沒有斷過的 但法人這部分我有跟大家提過 那個 投信這部分他會一直買 買到後面 他 差不多今天是6月幾號 今天6月11號 座商是6月30號 所以這個地方他需不需要 馬上用力搭台 不用嘛 他不會買好就好 他不會先買好嘛 要拉 投信的做法 基本上就看最後一天的收盤價 有沒有理懂我意思嗎 6月底的最後一天的收盤價 那個就決定績效了 所以如果說你從這部分來看的話 他下注的部分 他買了一缸子 基本上買很多星星嘛 尤其是現在 現在這個星星的部分已經 他看好程度 這五天來看好程度已經超過台積電了嘛 所以我認為星星的部分應該是 還是可以留意的 而且呢 如果說我們看到土洋的法人來看的話 6月8日他有公佈什麼 他不公佈營收嗎 營收公佈之後 摩根大通 國票高盛 宏遠全部都寫報告 這個目標都還蠻 你目前來看都還蠻高的 這個宏遠 我相信這個你對他應該不陌生 因爲什麼 因爲 今年的航海王就是他寫的嘛 長榮 陽明 末末 就寫個半天高 弄一下 而且這個部分也蠻妙的 大家都估6塊多 他估8塊多 為什麼他估的價格特別高 是因爲他在極品魚市的樓上嘛 然後知道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消息 同朋友 據我側面的了解 還真的有 還真的有 好不好 真的有 真的有 多這個一塊多 差不多一到兩塊對不對 多這一到兩塊 他為什麼會估多一到兩塊 還真的有大家不知道的東西 好不好 反正這個我在索馬在跟大家報告 所以同朋友我們做個結論 還在順便講一下這個 同朋友我們電子講完了 看一下傳產好了 傳產其實 我認為我後面可以看的 鋼鐵的這個緊急循環還沒結束 可以留意的就是大升鋼 他現在卡了什麼 當然鋼鐵股最近都在整理嘛對不對 但是呢 他卡在一個美國基建而已啦 美國基建那個部分是就兩黨在協商嘛 民主共在協商嘛 一協商完成 基本上應該沒什麼問題 他就 啊今天不是賺快五塊 今天賺快五塊 這北比不是 十倍而已 啊大家大家看都看今年可以賺快五塊 這個價位其實算安全啦 而且呢而且你看這個這個有一個點對不對 這是月線扣底 月線扣底現在扣底到最低點 所以呢所以扣底到最低點 開始往上爬股價在這邊 這個月線就會怎麼樣 月線就會撈起來 對不對應該沒錯吧 扣到這邊了嘛 啊股價這邊嘛 所以那月線基本上會撈起來嘛 那會撈起來的話 那個民主共如果說就 拜登基建部分如果協商完成的話 應該 應該是會動才對啦好不好 反正就是這個先hold著 我的看法是 啊 投信也沒有出啊 投信有出中抗好像沒出他嘛 所以呢所以這個就是 引收狀況還不錯 那警器循環也還沒結束 然後美國基建 反正就是等兩黨協商 他就只有這問題而已啦 好不好 好那我們做個結論啦 投票其實就是這個地方好不好 端午節前 我知道大家都很多人擔心說 這個端午會不會變盤 看來看去不太會變盤 我感覺起來不太會變盤啦 因為缺水缺電缺疫苗 股市又崩盤 你政府要一次挑戰四個 我真的不相信 沒錯吧 你政府要一次挑戰缺水 現在好 現在水庫比較沒有了 缺水比較問題比較解決了 你缺還是有缺電嘛對不對 缺電缺疫苗 股市再大跌又三個 這個這個壓力應該很大吧 我是覺得 我是不太這麼認為啦 反正就是股市盡量頂著 頂在1萬7啦 要頂在1萬7的話 就各股表現嘛 所以還是一樣啦 有時候方法就有會內就有下一次 好不好 當然請法一樣 跟著打我走才肯定有 我們喜歡我們分析的話 可以頂個訂閱 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喜歡 第一時間推播通知你 我今天會分享到這邊 籌碼 動足先機動能掌握 我今天祝大家學校一塊 下週操作順利 下週見 拜拜 本公司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效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系 本節目資料緊急中參考 投資人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顧104年金管投顧新資地009號 投資人 後 v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